张先生住在宁波银州区,采访时,他从电动自行车的座椅下方拿出了一包用塑料袋包裹着的蜡条。 张先生介绍,10月1日,他从外面钓鱼回来,突然嘴馋想吃蜡条,就在饿了吗平台上的夜不休便利舱银州店下单买了一包卖动牌蜡条,一瓶饮料和一袋肉松饼,总共花了5块8毛1。 张先生说,外卖送到后,他就把蜡条打开吃了。 张先生提供的蜡条包装上可以看到,生产日期是2024年4月13号,保质期五个月。 张先生说,他购买的时间是10月1号,当时已经过期半个多月了,当天下午6点半左右,张先生拍了蜡条包装的照片,跟店家进行协商。 现在那笔订单的5块8毛1已经退掉了。 张先生带记者来到了这家夜不休便利店银州店,店铺没有门牌,门口有账告示。 写着,仓储网络销售,不对外营业。 来到小店的二楼,货架上摆着不少商品,负责人不在。 现场工作人员提供了联系方式。 当他买过之后,他第一时间反映,他说老板你这个东西过期了,我们第一时间是给他退货退款的。 然后我们先检查一遍,我们店里有没有这样的东西。 那么我们店里检查之后,被同一批次的东西是没有跟他发过来的批次是不一样的。 比如说这款辣条,那你们进过来都是同一批次的,生产日期都是同一天。 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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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这种事情我们以前也发生过的,多的是每天都有打价的。 他确实在我们这里买了一包辣条,但是他不能证明他拿的那包辣条就是我的辣条。 我也不能够证明,就是说我卖给他的那包辣条就是同一批辣条,我也不能证明,就是两边都是一样的道理。 我们愿意出300块钱这个事情就算了。 店员拿出了几包跟张先生同款的卖动牌辣条,可以看到,生产日期都是2024年8月17号。 对于店长提到的打假,张先生并不认可,现场沟通了一阵,考虑到确实比较难证明。 张先生同意了店长提出的300块钱赔偿。 1818黄经验记者宁波报道。